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14万4千人他们是被神特别分别出来 也就是他们是被神所买来特别来跟随神的 在这当中我们看见他们是出售的果子要献给神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相信自己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呢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世代我们要求的不是世上的功名利路 而是我们有一天在天上能够被神所看重 被神所救赎 被神分别 而接下来有提到三位天使的信息 这三位天使所传递的就是恶者必然情妇 而被神分别出来的人将要得到最后的拯救 确实在我们这个世代有许多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事情 有太多的苦难 太多在信仰上的挣扎 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在主里我们有最终得赦的盘望 我们今日所付的一些代价将来都会成就神无比的荣耀 求主让我们有耐心 让我们有智慧 让我们不看这世上的好处 让我们看的是天上永恒的奖赏 而在经文当中有提到印记这件事情 确实在这个世代你跟随的是什么呢 你跟随的是世界的潮流吗 而是你要让神的印记在你身上呢 若是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印记 我们随处随传 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 我们能够让世人看见一个基督徒 是如此的荣耀 是如此的尊贵 是神的仆人 求主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选择我们身上 让人用神的印记 叫我们的代号 最后 有提到收割这件事情 收割意味着最终的结局 你相信吗 这个世界有爆料的时候 虽然有许多的灾难 有许多警告的声音 但是我们相信 最终神有他收割 神盼的日子 而在那日子 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我们是要成为败子 还是要成为麦子呢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被神收割 然后被收在仓里 而不是成为麦子 而不是成为败子 被神丢在外面 哀哭切齿 求主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怎样经营我们这一生 我们要投资 我们最好的人生 的精华在哪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主当我们看到 十四万四千人 是你出手的果子 主我们乃是要追求 主我们要 成为那被你所拣选 所爱的子民 也求你让我们有智慧 让我们不随从这世界的声音 让我们跟随的是你的道路 也让我们在末后收割的日子 我们能够被你所拯救 我们能够成为你所重用的仆人 谢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